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燃 请订阅时事金扫描啊 您随手的点赞、留言和推荐都可以帮到我们 如果能够看完节目中的广告就更加感谢了 今天和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 我觉得会对整个世界或大面积的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几件事 3月7号,瑞典正式成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也就是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 瑞典的首相克里斯特松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 那么他在美国的国务院就把北约的文件交给了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这样就完成了加入北约的最后一个步骤 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了 值得一提的是呢 瑞典这个国家它占了一个全球之罪啊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公务员财产公事制的国家 而且呢是在250年前就实现了 那么250年之后你们知道中共七个常委能有多少身家吗 你知道中国700多万公务员任何一个人的财产数目吗 说起来啊瑞典自19世纪初以来就没有卷入过任何的战争 你能想象身处北欧的瑞典居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军事中立并没有卷入战争里吗 但是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 瑞典和芬兰先后申请加入了北约 芬兰是在去年的4月成功加入北约的 而瑞典由于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反对呢 是一拖再拖 后来还是瑞典在与两国的关系上等于是做了让步 才如愿与以偿 如此说来啊 普京是打着防止北约东扩的幌子发动的战争 结果却是逼得瑞典和挪威真的让北约东扩了 从军事上说呢 瑞典拥有先进的护卫舰潜艇技术和自己研制的第四代叫英师战斗机 随着瑞典和芬兰一起加入北约呢 不但让北约的防御连成了一体 还具有在波罗的海监视俄罗斯的水面舰艇和监督北极地区的俄军行动的地理优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深蓝色的这些国家呢 是在1991年之前加入北约的国家 这几个淡蓝色的国家是在1991年之后加入的 那么芬兰是在这里 瑞典呢是在这里是俄罗斯 而瑞典对乌克兰的支援在他加入北约之后就更加顺理成章和积极了 对于俄乌战争来说 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令人刮目相看啊 他带头提出的出兵乌克兰的提议 一开始啊 还以为呢 是他一时兴起 是要表现在北约和欧洲的领导地位 但马克龙7号公开讲的一席话 让他确实成为了北约支持乌克兰领袖中最强硬的一位 马克龙更是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呢 画了一条红线 也就是说呢 他说如果俄军向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或者首都基辅推进的话 法国就会出兵 而且呢是派往乌克兰前线 不要小看这一表态啊 普京和乌克兰如今已经是打成了胶着状态 普京就是再大胆也不愿在此时和法国在兵戎相见 而最尴尬的是普京如果不抓住现在乌军极度缺乏弹药的这个缺口 大举进攻的话 一旦乌克兰大批军员到手 俄军就真的陷入了再如何打下去的危险了 另外呢 马克龙宣布正在和中东的卡塔尔和沙特谈判 暂时先不向这两个国家交付已经订好的弹药和火炮了 而是全部都转给乌克兰 而捷克总统也宣布了 已经筹到了为乌克兰购买80万发炮弹的资金 第一批炮弹会很快就到达 就在同一天 乌克兰一架无人机穿越了900公里之远 袭击了俄罗斯的第二大钢铁厂 叫谢维尔钢铁厂 导致了一座冶金厂发生爆炸 工厂内的监视录像拍到了工厂被炸的瞬间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3月8号前往土耳其 他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 除了会商讨有关政治议题之外 泽连斯基这回还特意去查看 一个乌军一直等待的武器 土耳其正在为乌克兰海军建造新型护卫舰 这是第二艘埃达级护卫舰 乌军已经把他命名为酋长伊凡维霍夫斯基 泽连斯基上舰视察了护卫舰的战备情况 并和乌克兰海军军人交谈 这艘战舰将会成为乌克兰海军的重要卫士 如果大家了解不久前 泽连斯基是刚刚宣布 黑海不再是俄罗斯人的安全港将成为禁航区 那么就不会不理解 为什么泽连斯基会专门去视察一艘军舰了 在泽连斯基前往土耳其之前 他还颁布了一项引人注目的预备一新法令 尽管现在乌军兵力严重不足 但根据新法令 已参战两年的乌克兰军人将在未来两个月内退伍 转入预备役 等于是为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服役的军人 提供了一个在后方休息调整的机会 而那些已经从乌克兰军队正式退役的军人 将在一年之内免于再次被征召入伍 此外泽连斯基批准之前被彻职的乌军总司令 扎卢日尼担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 泽连斯基也透露出 说扎卢日尼曾提出来要转向外交工作的愿望 要知道从去年的7月份驻英大使被免职之后 就一直空缺 有专家就指出说英国是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盟友之一 因此乌克兰新任的驻英国大使 必须拥有深厚的军事背景 而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近日表示说 准备将俄罗斯央行冻结在英国的所有资产借给乌克兰 理由是在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将被迫向乌克兰支付战争赔款 因此他不担心这笔借款会有去无回 我估计这个理由如果听了 让普京会抓狂的 近日西方阵营对乌克兰的支持声是持续不断 尽管美国给乌克兰的那笔巨额款项 还没有在众议院通过 但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7号晚上 他的国情资文演说之中呢抨击了 普京的侵略性 并表明了给予乌克兰强力支持的重要性 级畅, Putin of Russia is on the march invading Ukraine and sowing chaos throughout Europe and beyond if anybody in this room thinks Putin will stop at Ukraine I assure you he will not but Ukraine UKraine Can Stop Pull nations Puffin queste Justin Stрушito Puffin neuv qurano 那在抗互 Mtn verw refer 拜登在他的国家中 在《多情咨文》演说中呢 还特别提到了对中美台形势的看法 口气直接而肯定 还特别对中共一直高喊的那个东升西降的论调呢 毫不留情的给予批驳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可不仅仅是在拜登政府的这个层面啊 代表美国民意的美众院外委会的主席迈考尔宣布说 将率团出席520新当选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 3月6号台湾驻美代表处与美国国会台湾连线 在美国国会山举办了台湾关系法45周年纪念酒会 同时欢迎中华民国新任的驻美代表于大雷到任 有42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出席 the best thing for us to do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o be so strong that anyone who wishes ill toward us or to our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will look and see the strength and decide that peace is a better option than war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have several duties. One, though, is to provide weapons to Taiwan. The other is to maintain peac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Never has the time been more critical, I think, than right now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at and the aggression.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his is a relationship that we value strategically, a國際, security wise, politically, agricultural, trade wise, economic, and all the rest 最震撼的一個消息是什麼呢? 當台灣和中國雙方還在為金門大陸快艇翻覆案 在協商的時候呢 台灣媒體透露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茂派遣的軍事顧問 根據美國的國防授權法從今年開始呢 將常駐台灣 其中就包括了金门和澎湖的两栖侦察营 协助训练台湾的特战部队 当媒体询问相关问题的时候 五角大楼的一名发言人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我们不评论具体行动接触或者培训 不过我们会强调我们对台湾的支持 以及我们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仍然是针对当前中国的威胁来调整的 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弱磐石 而且有助于维系跨台湾海峡及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而台湾媒体透露出更多的细节 美国军事顾问开始协助台湾特战部队 学习使用什么呢 叫做黑色大黄蜂纳米V型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尺寸只有10×2.5厘米 最高时速达到18公里 配备了长波红外线和日间影像的传感器 可以在1.6公里之内传输清晰的视频和高解析度的静止图像 是美军等多国部队现在正在使用的最先进的侦察型的迷你无人机 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追踪网站近期的观测 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的林肯号航母被发现驶离了加州圣地亚哥姆港 驶向了西太平洋 此外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也将部署在西太平洋 取代里根号 美国另外的两艘航母 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 已经分别部署在了关岛和夏威夷 也就是说将会出首次出现什么呢 五艘美国航母齐聚西太平洋的情景 军事专家就表示说 这种部署是大张旗鼓的表明 即便欧洲和中东目前都有战争 美国仍然已经将重心放回了印太地区 更是在向对手发出强烈的威慑信号 估计这种极特殊的军力部署 至少会延续到 520赖清德正式登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席位 美军明显是要坐镇西太平洋 确保台海和南海的稳定 并且在出现了 一旦出现了擦枪走火的这种极端情况下 能震慑控制住局面 好了 这次的时事金扫描 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点赞和留言都可以帮到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就请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当然了 别忘了首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要是能看完节目中出现的那些广告 就更加感谢了 我们下周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下周节目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下周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下周节目的朋友们 请 infilt联会